神希望你能够幸福的方式 幸福是从神的方式 没有幸福是从神的方式 是的,宝宝的幸福是可能 但真正的幸福 只有你生命中 祝福是神的方式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感恩神的主权恩典 我想强调三点重要的真理 神的主权恩典 与神的拣选有关 拣选就是你们所知道的选择的意思 这个词就是拣选神的选择 但他是怎么选择的呢 第二,这是神的智慧 神的主权恩典 与他的智慧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我非常感恩 我非常感恩神拣选了我们 我非常感恩神 在你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有智慧的 我非常感恩 你们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恩慈和严厉 你们看 神不只是充满感情的神 神是义 因此你需要明白 我们说的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 是什么意思 这是极大的安慈 我非常感恩 我们的神是仁慈的 同时我们的神 也是一位管教者 他会审判人 我们开始 罗马书十一章 一到二节 我且说神 弃绝了 他的百姓吗 换句话说 以色列永远消失了吗 有没有明白 在保罗写这句话是发生了什么呢 犹太人 不再成国 他们已经被罗马人征服了 甚至耶路撒冷都不属于他们 所以结论是 以色列没有了吗 你们知道吗 今天有很多神学家相信替代神学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神学观 它是在几百年前发展出来的 原因是 他们说以色列不再是应许的神的选民 因为他们犯了大罪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因此他们从地图上被抹去了 在每一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 他们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都是正确的 但你们知道吗 在1948年 以色列复国了 所以替代神学被历史揭穿了 教会不会取代以色列的位置 以色列和教会是不同的 但两者都是祝福 两者都是被前选的 我来解释一下 罗马出十一章一解 断乎没有 因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属变亚敏之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雷亚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 保罗现在用两个例子给我们证明 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 出于神的主权恩典 保罗说 看看我 保罗说 我是个犹太人来自变亚敏之派 我是个犹太人 神拯救了我 所以神并没有弃绝犹太人 所有早期的门徒都是犹太人 所以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 这乃是选择神的拣选 然后保罗用以利亚做例子 为什么 朋友们 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 那时是异教的巅峰时期 在以利亚的时代 亚哈王将对巴黎的敬拜制度化 整个以色列都决定走向异教 他们开始用国教税收支持异教的先知们 他们开始毁坏在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祭坛 换句话说 就信仰的纯洁来说 这是以色列历史的最低点 你能想象国王他内阁成员都是敬拜偶像的吗 以利亚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 他知道怎么进行戏剧化的表演 你们知道戏剧吗 所以他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这是真的 拆了你的祭坛 在他心里面 这也是真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是他的想法 但不是真的 他们还要寻所我的命 这是真的 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 你们可以读猎王七上十八章十九章 神说了什么呢 这是神说的 各位请读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神说因为我主权的恩典 我为自己留下的罪是为了神自己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神不只是在说我从耶洗别的刀下 亚哈王的刀下救了七千人的刀下救了七千人 神说的不止如此 我不仅仅保护了他们的生命 我还保护了他们的灵性 我非常感谢神因为神拣选了你 神拣选了我 神保护了我的灵性 与他同行 坦白地讲 离开神 我想我会是个废人 当我看我的生命 我看到全是试探 离开了神的拣选 我不认为我可以活下来 你们是否为被神拣选而高兴的大声点 你们高兴吗 神感谢神拣选了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 罗马书在神对以赛亚说完之后 保罗用以利亚作为例子 这是他说的话 各位请读 如今也是这样 遭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余数是什么意思 用他加路语说 我们都是碎部 神说我会选择余上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余数 照着拣选的恩典 各位请读 即使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你们现在能明白 为什么我非常高兴 如此喜乐了吗 我为神拣选了我们 而谦卑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而是因为恩典 因为你们要明白恩典 公义和公平之间的区别 我希望你们看看 耶稣讲的神国的比喻的故事 就是在马太福音20章 你们对在葡萄园做工的故事熟悉吗 在以色列的时代 原主决定雇佣工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呢 早上六点钟 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 在耶稣时代 是在六点钟 所以原主出去寻找工人 你们知道 有一个逗留的地方 你在那里做好准备 去做可做的工作 好的 你六点钟来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在九点的时候 他还看见有一些没有工作 你们来我的葡萄园做工 五点的时候 这就是问题了 十二点他过了一些人 下午三点他又过了一些人 但当下午五点的时候 还有个小时就下班了 他看见还有一些工人 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 来工作吧 我会按你该的付钱给你 六点的时候 那些六点就开始工作的人 他们上电的薪水 你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工作 兄弟 这是我们的薪水 对吗 我想举个例子 我们假定他们的最低薪水 是六百块 可以吗 好 弟兄 你从六点钟开始工作 六百比锁 是的 先生 所以 他们工作了一天 在五点的时候 我会按照我的想法 付你薪水 所以他们没有商量薪水 你怎么商量薪水呢 已经五点钟了 五点到六点只有一个小时 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工作时间结束的时候 他对管事的说 你们开始给工人付钱吧 不是往 从前往后付钱 而是从后来的开始 到现在的为止 当支付后来的工人的薪水 你们知道他得到多少吗 他们也收到六百比锁 哇哦 五点来的工人欣喜若狂 哇哦 三点来的工人们 六百比锁 九点来的工人们 仍旧是六百比锁 早上六点钟的工人呢 仍旧是六百比锁 这就是他们抱怨的原因 深深处地想一想 我想我们就像六点的工人一秒 这是他们说的 那后来只做了一小时 老板只有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你们看 他们对工艺的概念是公平 十二节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老板我们很辛苦 非常热 我们汗流加倍 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 朋友 这是主人说的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一天的薪水 不是你同意的吗 我们继续读下一节 十四节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这是我愿意的 十五节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来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现在告诉我 恩典 违背了公义了吗 没有 什么是公义 我按照我们所商定的支付 是你应得的 你看 公平的想法 实际上 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想要被平等对待 我告诉你们 神是公正的 他会给你们平等的公义 当然 在审判的那一天 那没有听见圣经的人会得到公正的审判 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会审判 我们看起初 你们会按照你们的行为被公平公正的审判 如果你配上天堂 你就上天堂 神是公义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 问题是按照公义和你们所做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 这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现在想 我们应该迫使神给每个人恩典 我的朋友 你不能强迫恩典 因为恩典是恩典不是行为 如果你迫使神给每个人恩典 那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 恩典成了责任 现在拣选的教义还不是非常清楚明白 我想让你们知道拣选这个词来自希腊字 但是忘了希腊文这个词吧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拣选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彼得前书第一章 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各位请读 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加巴多加亚西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今天的土耳其 那是很大的一个产业 必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拣选这个词就是被选中 同样的意思 选招的希腊文是 Eclogic Ec是招出logic 是选择的意思 所以神选择了我们 二章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你们看天父上帝参与其中 先见是什么意思呢 神选择我们不只是提前知道我们 而且提前做某事 而是借着圣灵得成圣节 圣灵与我们拣选是有关系的 祂是我们成圣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耶稣基督是神 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终极恩典 愿恩惠 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然后看看第一节 再次重申 你们是特别的子民 各位请读 比特前说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这里最重的词是 你们被拣选的族类 你们是被拣选的 谁选择你呢 是神 他选择了你们 是因为你们英俊 因为你们美丽吗 尽管神知道我的一切 神拣选了我 我是个罪人 当我遇见耶稣时 我不是个圣人 我现在做可怕的事 但神仍旧选择了拣选我们 赞美神 神知道你的一切 所以我很感恩 主啊 我永远感恩 我非常感谢 因此我每天所说我的祝福 我最大的祝福就是 因着神的恩典而被拣选 你们知道拣选这个词 贯穿了整本圣经 但你们很少教导这方面 他们很尴尬的说 你们是被神拣选的 但圣经非常清楚 看看耶稣 耶稣说了什么呢 各位请读马太福音24章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他在讲最可怕的灾难 大多数学者们会说 是将来的大灾难 现在还没有发生将要来临 但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简而言之 选民有可能经历大灾难吗 你们看 很多人都武断的相信 被提发生在大灾难之前 不要太武断 看看这节经文 再看看下一节经文 马太福音说 他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都招聚了来 这对我来说 好像是被提从四方 我的朋友们 今天的问题是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会听到号筒声吗 你是被拣选 与他同在的人吗 你会从将来要发动 事中被拣选出来 会拯救出来吗 朋友 要感恩 你已经被拣选了 要么被提 要么不被提 被提的重点是 神在他的时间拯救我们 因为我们是被选招出来的 第二点 要因为神的智慧而感恩 神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说神是全智的 他并不是随机的 做决定 我喜欢凯阿瑟的这句话 凯阿瑟是个伟大的女性作家 这是他说的 神在掌权 因此我可以凡事谢恩 不是因为环境 而是因为那位引导 掌管一切的神 有时候当你有家庭问题 你爱的人生病 很难感恩 坦白地讲 怎么感恩呀 你怎么能说出主啊 我感恩 你只有因为知道神在掌权 才能献上感恩 你感谢他 尽管你不知道将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仍然感谢他 看亨利托马斯所说的 我很喜欢亨利托马斯 他说 如果你相信神为了善事而主宰的一切 为了善并且伟大的结局 而允许明显的恶事发生 虽然你不知道 各位请读 但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好的 是因为你相信神的主权 你们现在有同样的问题吗 请诚实地回答我 你们有同样的挣扎吗 有时候你们有家庭的难处 有经济问题 健康问题 职业问题 是不是 我想让你们好好想一想 神允许这一切发生 我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呢 你们要相信他 要学会安息 一个感恩的人 是相信的人 他能够满足于现在所发生 因为他知道神在掌权 但他的职责是不偷懒 他的职责是尽到自己的责任 你们看 我不能控制发生在我身上的环境 但我能控制我的反应 我的回应是相信神 感恩并顺服他 这是我的职责 不管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是的 我知道 但生命不只是眼前的 你们看 大的蓝图是神是否在掌权呢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因为他现在告诉你 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 就像是发生了坏事 为什么神会允许他发生呢 我来告诉你们 发生了什么 看罗马书十一章七到八节 七节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前选的人得着了 我们得着了义 但以色列没有得着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选择义是按照好行为得来的 他们做不到 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神让犹太人成为顽梗不化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解释一下 上次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要再次解释一下 假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继续读第八节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言习 变为网罗 变为记件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那解释一下他的意思 但大卫说言习的时候 指的是一幅繁荣盛宴的画面 神说这些犹太人 因为他们的繁荣成了网罗 他们变得非常骄傲 拒绝神的道 因为一切都进展顺利 我们来读下一节 罗马书十一章 十一到十二节 我且说 他们失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 换句话说 以色列永远结束了 是因为他们跌倒吗 断壶不是 不是的 注意这里 有些不好的事发生了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十二节 如果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缝门呢 现在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个表格 可以吗 他们跌倒了 那他们 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过失 注意 过失 就是不好的事 犹太人 你们不相信 你们被拒绝了 但因为他们的拒绝 救恩临到谁呢 外邦人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圣经在这里并没有结束 然后外邦人现在成为祝福 要激动他们发愤 如果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人的富足 他们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缝门呢 换句话说 他们不信 所以我们成为蒙福的 现在因为我们蒙福 我们要使他们激动 嫉妒 好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你们认为 为什么我们现在接受福音呢 是被拣选出来的吗 那犹太人 为什么他们很多人都不信呢 为什么他们的心是如此的刚硬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图 让你们知道 人心是如何变刚硬的 你们知道心是怎么变刚硬的吗 我来警示你们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心变得刚硬的过程是 你听见真理 你一直在这里 但是你拒绝真理 不久以后 你变得对神的道不敏感 不久 你就开始为这自由的行为辩解 因为你需要证明那是正当的 你的信仰与行为不协调 因为你拒绝了神的道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最终你证明自己是对的 你的心变得刚硬 这是我的祷告 我说主啊 不要让我的心刚硬 你们知道当罪在我生命中时 我想立即处理掉它 我不包庇罪 当你包庇罪 你开始变得冷酷 而冷酷会让你的良心麻木 用非语来说你会麻木 我的朋友 这不好 神的智慧是他允许这一切不好的事发生 为什么 因为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你们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吗 看看罗马书十一章 十三到十四节 保罗在说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保罗给外邦人写了很多的书信 以福索 哥罗西 哥林多的人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青 发愤 他的心是愿意他们都得救 在神的智慧里他们会得救的 为什么呢 看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神没有放弃以色列 但他们的拒绝给全世界带来了祝福 但有一天他们会接受耶稣的 你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吗 全世界都会蒙福 这是一种修辞手法 你能想一想 如果犹太人认识了耶稣 那会发生什么吗 一个新时代要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 狮子与孩童同卧 孩子与眼镜蛇 毒蛇玩耍 狐狸 狼和羊 一起居住 再没有流血 当犹太人认识基督的时候 这一天就要来临 我的天啊 这是最后一点 神的人慈和严厉 你到底怎么为神的人慈和严厉而感恩呢 仁慈很容易明白 仁慈是神的天性 要善待我们 但那种良善 我们来解释一下 那种良善 有 不冷漠的意思 神的恩慈是将罪人带到神面前的这一 刻意的行为 恩慈反映了行动中的人爱 所以神的恩慈是行为 做良善的事 但与此同时 他也会用问题来改变我们 严厉是神的行为 出于他的公义 如果你不断地抵挡神 最终发生的事会让他无法修复 因为在神的眼里 我来给你们读极解经文 好让你们明白神在行动中严厉好吗 我会快速地过一遍 我不会解释太多 因为他用了两个类比 第一个面团的比喻 如果面团是圣洁的 被用在圣殿的清白中 那其余的面团都是圣洁的 这就是神的方式 然后他用农业的比喻 树根若是圣洁的 树枝也就圣洁了 为了让你们明白 我们继续往下读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就是你和我 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 那是根拖着你 所以要记住 在这个类比中 原本的橄榄树 是以色列犹太人信仰 还记得吗 他们因为不信而被砍掉 而你们这野橄榄得以接在上面 你们是否意识到 犹太人信仰是基督教的根基呢 但很多基督徒不学习旧约圣经 这是我们的根基 是我们的根 请继续读下一节 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 是特别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为什么被折下来 是因人的责任不信 因为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因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相信 你不可自高 反要惧怕 二十一节 神既不爱惜 原来的枝子也 必不爱惜你 神到底在说什么呢 请读下一节 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 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们分享一下他的意思 对神子民的警告 是非常明显的 你永远不能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 看 犹太人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 他们认为我们是选民 怎么生活都无所谓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态度 我什么意思呢 看哥林多后书 六章一节 保罗警告信徒们说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你们不断地听到福音 就是神爱我 耶稣为我而死 但你们没有反应 你们就是屠受了神的恩典 永远都不要这样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感恩的 感恩的人永远都不会羞辱 给他带来祝福的人 感恩的债 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你为了我牺牲了生命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回头反对你 我不会使你蒙羞 我会永远感恩于你 因为我明白你为我所做的 看看在提多书中 恩典的含义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但不仅仅是救恩 他还教训我们出去 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经世自首公义敬虔度 这是神的恩典所做的 换句话说 神的恩典不仅仅带来救恩 也带来改变 看看这改变的最后一部分 十三节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你们注意到了吗 是怎么描述 耶稣基督的呢 至大的神和救主 我要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清洗 如果这是神的恩典 你们应该做什么呢 今天神在警告我们所有的人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在听我说 希伯来书十章三 因为我知道 谁说 神冤在我 我必报 你们要向神交账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我告诉你 什么是更可怕的 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那里有管教 神会做些事来改变你的生命 我的朋友 我不想惹恼神 但今天很多基督不明白恩典 对他们来说 恩典是放纵情欲的机会 嗨 就像犹太人一样 我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得救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子民 我们怎么生活都无所谓 他们就被砍掉了 有些基督徒有这种疯狂的思想 我是个基督徒 我有耶稣 我怎么生活都无所谓 我记得有个女孩告诉我太太 我会和我丈夫离婚 我会再婚 不管怎样 神希望我幸福 他完全不知道 神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经常问问 神想要的是什么 神想让我幸福 这是错误的答案 听我说 神希望你以正确的方式幸福 幸福来自于圣洁 没有圣洁就没有幸福 是的 也许有战争的快乐 但真正的幸福 只有你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才有 我的朋友 因此感恩的意思就是 不要屠受神的恩典 神的严厉和恩慈 你们知道神的恩慈 有些人将会发生什么呢 我不喜欢这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让你们难过 这里是个好消息 圣经告诉我们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各位请读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这几分硬心 是真实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他们怎么得救呢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吗 七月圣经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 七月圣经告诉我们 各位请读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交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这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要仰望 看见耶稣 神会赐给他们一个灵 就是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 这在启示录第一章再次重复了 我们最后看看启示录一章 各位请读 启示录一章七月 看了他驾云降临 终目要看见他 连次他人也要看见他 我问问你们 谁是赐耶稣的人呢 犹太人 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记得他们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那一刻犹太人要意识到 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他们全都会相信 我的朋友 你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 相信 相信 赞美神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 我为这一群人祷告 他们终于明白你的主权恩典 真的是我们应该感恩的 主啊 我感恩 因为你拣选了我们 选招了我们 我以你的智慧而感恩 我可以全然信靠你 我现在为我们中间从未将生命交给你的弟兄们祈祷 他们还没有真正向你下拜 因信而将他们的生命献上 接受他 帮助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 认为他们可以因自己的民族而得救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因自己的种族而得救 他们认为可以因宗教信仰而得救 主啊 谢谢你提醒我们 救恩是个人性的 我们需要做出回应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族类 因为代理而得救 全部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必须个人单独的回应 主啊 我们亲自回应你 主啊 我回应你 作为我的主和救主 谢谢你的救恩 感谢你赦免的恩赐 我们祷告受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愿神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